大家好 我是蘭力哥 歡迎大家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是拍一個新的單元 這個單元叫食店放大鏡 這個單元主要是拍一些在網絡上過度好評或者過度負評的點 我再去光顧做一個review給大家參考一下 所以今天第一集我去到一間貨窩店 它是唯一一個部中的公主城 一間叫做露媽子冬瓜中的貨窩店 這個冬瓜中貨窩店我在Google的review 又好評又負評 所以今天我們主要針對它的負評 所以負評方面我們可以看到有三大投訴 主要是關於食物的份量不夠 價錢 維生 不是那麼好 所以事不宜遲 我帶大家看一看一看 OK 這個是一個二人的套餐 它有給一個冬瓜中 還有一些配料 配料方面它也有給到一些雞肉片和豬肉片的 試一下一些肉片先 點我的自製醬 嗯 感覺不錯 試一下它的湯 嗯 不錯 最後介紹一下我的私房吃法 就是冬瓜中燉蛋 所以蛋差不多熟的時候 再淋一層湯上去 讓蛋吸收一下冬瓜湯的甜味 所以最後這個蛋的感覺非常不錯 好了 看看剛才的影片 在火鍋粉溶方面 其實大家都看到它的配料不是很多 所以其實它的配料是40塊左右 有了 又給一個冬瓜中燉 再加一些配料 有海鮮 有那些沙發等等 給一些比較大食的人來說 那個量確是不夠的 這樣我也要重新一下 因為這間火鍋 它主要都是打那種藥物生火 所以如果那個份量給到 大家覺得不夠飽 它都是建議你可以加一些配料 價錢方面 當然 看回剛才的設計 其實它是40塊左右 如果是在雪農區 兩個人吃火 40塊都是屬於一個大重價 之所以那些很嚴貴 就是因為給了那個錢 吃得不夠飽 然後後面一直加 那些配料加到那個 價錢就高了 所以才會出現這個問題 所以價錢方面 我也是覺得是接受範圍 然後最後有一個就是 維生的問題 因為有幾個 Bad Review 它都是說維生的險間 其實這間貨店 我也有光顧過 有一定的數量 在食肥 一出現那些蟀蟲 其實店家都不想 因為 它們出面走進來的情況 有很多時候我們控制不了 這間店 它也不是說沒有做事 因為 它以前有放很多冬瓜 在門口 可能這樣的情況 比較容易引來一些蟲之類的東西 所以現在幾個月前 好像有裝修過來 所以這方面的問題 已經大大改善了 然後我們再看它的評論 其實近幾個月 它裝修了之後 很少有人投訴衛生的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解決了 說回剛才 不夠飽的方面 其實有很多人吃這個冬瓜 只是吃配料 其實在看剛才的影片 我也有嘗試割冬瓜 中的果肉 放在那個湯裡 如果你吃火鍋 你又配上冬瓜一起吃 都算是夠飽的 因為我本身都是比較大吃的 我也覺得 吃配料再配上冬瓜 是夠飽的 所以一般的份量 我覺得都是可以滿足到大家的 所以現在幫大家總結一下 剛才說的三大問題 又兩個是比較主觀 價錢還有那個份量 然後衛生的問題 它們已經大大改善了 這間店 我也是建議大家去嘗試一下 因為以冬瓜中 作為賣點的貨店 其實是不錯的 如果還沒吃過 我就建議大家試一下 所以今天的影片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和訂閱 因為有你們支持我 我才等到阿東來 去做更多的影片給大家欣賞 所以謝謝